臭小子又買玩具嗎? 家裡沒位了 還買? 歡迎大家收看馬告司TV 馬告司 在開始這條影片之前 歡迎大家訂Youtube Channel 按下小鈴鐺 一有新片你就會知道 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今次影片 今次這條影片就是開箱片 開的就是眼前這個 Joku Productions 推出的 Hypermog Ultra Kaiju 叫Elekin 話說 Joku Productions 就是這個香港的公司 他們最近問員谷拿了授權 推出了這個Ultra Kaiju的系列 作為第一彈就是這個七星盒裡的電王 相信他獲得授權的話 今後的日子都會繼續推出不同的怪獸 之後他們既然推出 所以就先拿了試作品給我開箱 因為這隻東西未正式推出 而且可以預訂的地方 最近就有這個怪獸王玩具 未來下個月開始 就會有更多地方接受預訂都未頂 還有有言在先 因為這隻是試作品的關係 所以正式推出的時候 還是會有些改動都未頂 所以來說 現在開箱就讓大家參考一下 事不宜遲 立即開箱 開箱之前也要簡單介紹一下這個怪獸 他最初登場在七星盒第三集 所以來說都很經典 而且之後無論是太郎也好 甚至近一點 Gito或者Degger也有登場過 所以在不同作品登場過 變相很多不同年紀的超人粉絲 都一定知道這隻電王 而攻擊手段方面 他簡直是超人界的比加超 因為他的攻擊也有電的屬性攻擊 首先第一件事 他的口中 會噴一些光彈攻擊地射出來 然後他的尾巴很長 所以會捲著別人 然後發電去攻擊 甚至他的尾巴夠長 所以他拿尾巴這樣挖人 範圍攻擊也很大 所以整隻都很不錯 而且電王也是一隻其中我挺喜歡的角色 因為他的角色也夠漂亮 角色獨特的月形的形狀 而且尾巴也夠長 身體的紋路也很獨特 至今為止 其實超人推出不同的服飾品牌 他有一些衣服 或者T-shirt 是用電王身體的紋路去做的話 整件衣服又夠漂亮 即是容易穿搭 而且讓超人粉絲一眼看 就知道是超人衣服 都蠻特別的 接著之後 還有就是 另一個特別的版本 就是 另一個特別的點 就是他很多不同的版本 即是無論 例如他最初原本這個樣子 甚至太郎的時候 就有一隻叫做 月光怪獸再生電王 之後梅比斯的時候 有隻Q版的電王BB 接著之後 去到Dagger的時候 他的幼體 其實幼體 原本最初出現過 但是Dagger的時候 就更加詳細看見到一隻幼體 不論他的幼體 以及成長期 好像人類大小的電王 然後變成巨大怪獸 那種成長階段 我也是很喜歡的 即是他可以滿足到生態 讓我看到 整件事更加圓滿的感覺 所以電王 真是挺不得了的 一隻舊怪獸 現在正式開始開箱了 首先講一下可動 它本身手手腳腳和尾巴已經緊了一個形態 所以沒有可動 唯一有可動的地方 就是它的角 它的角可以模擬劇裡面 因為劇裡面會不時轉動 所以這裡可以看到它的角可以轉動 現在給大家看看角的特寫 你會看到它的月形角 也很大隻 因為本身身體是Q版 反而這隻角做了一個大大小 整件事更加突顯到它的角 而且這裡做了直線的紋路 然後這個月形角前面的橙色位 也做了一個半透明的感覺 模仿劇裡面皮套的感覺 這個就是它的角 然後就看看其他部分 首先是看頭 其實它也有模仿皮套的時候 有時候它中間這些位置 這些黑色點點 還有這裡這些像墨水一樣 一點點淡淡的色的紋路 都有做出來的 然後身體方面 你會看到這些黑色的間位 都很像皮套的時候的感覺 而且它的手腳 它的手是有三個黑點 腳的三個黑點 它都有做出來的 然後再看看它的口 其實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它的口是有些細細的 一些六角形的紋路去組成的 這種感覺就非常有宇宙怪獸的感覺 它這裡也有呈現出來的 你會看到它的口 這些位置也做出來 然後就看看它的旁邊 旁邊也會看到這些黑色的紋路 它也做得很像的 而且它頭上這個直這個位置 這個直這個位置 是連貫到後面的 它這個位置也有模仿 參考皮套那方面 然後呢 尾 尾 尾你會看到 它是S型的 因為電王尾尾 比一般怪獸更加長 所以來說 很多的玩具也好 只是來自行證正如 或者在相機走 或者有些電王的周邊 透露它的尾尾 sheer 如果沒有可動的話 會有X型的 而這個處理也是一件好事 因為這樣彎了之後 更加突顯到它的端正直 看見像蛇尾一樣 都蠻棒的 接下來就是第三個特點 其實香港拿到授權推出的超人玩具 不論之前的迪加蒂娜也好 其他KT卡拉也好 都很流行玩這個發光 即是用磁石放下去發光 這些電網也不例外可以發光 因為始終超人也好 怪獸也好 一發光整件事就加分不少 所以發光真的很重要 這次的磁石是這樣的 當然這塊磁石也是試作品 所以之後實際出來的實物可能會有少少不同 這塊磁石有電王的圖案 然後這裡寫著01 相信如果繼續推出的話會有02,03,04 都蠻特別的 而且這塊磁石正正方方的 成塊朱古力的感覺 而後面會看到這個怪獸系列 Hypermoke Ultra Kaiju的名字 這裡寫著 現在試試玩給大家看看如何發光 再側一點點給大家看 這裡就是磁石 你只要放近它 你就會看到它開啟燈了 再放進去 它就會關燈了 我再試一次 放進去 發光 按多一下 就關燈 這樣就是發光了 我現在又試試關燈 再發光給大家看 現在又關了周圍的燈 就試試開啟燈 嘩 正啊 你看到它發光了 還有之前的發光超人扭彈 有時都會漏光 這隻暫時看來 它旁邊都沒有漏光的程度出來 很美麗的 只在這裡發光 首先放下給大家看看 旁邊就是這樣的 然後中間就是這樣的 再看旁邊 就會這樣發光 所以來說都蠻美麗的 現在比較近鏡給大家看看 就算近鏡也好 都看不到漏光 你會看到只在這個位置發光 而且這樣射過來 都會開始慢慢看到中間的格子 就不會看不見 都蠻特別的 現在就是這樣 我現在試一下拍它 關燈它先吧 這樣就關燈了 好了 又來到最後的時間 再說一次 這隻是試作品 試作品 所以來說 有部份東西 我現在都未介紹給大家聽 例如它的包裝盒是怎樣的樣子 又或者它內部換電是怎樣的樣子 我現在都暫時說不到 而且它用電是用LR44三顆 就是圓形的小小的電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到時就要自己準備一下 然後還有它的預訂日期 雖然例如怪獸王玩具 很早前就開始預訂了 但其他地方又或者官網 它們接受預訂是11月15日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試試訂一下 這隻電王其實都蠻棒的 因為它好像梅比斯那種Q版的尺寸 但它的角子反而是正常怪獸的尺寸 所以整隻都蠻特別的 就是這樣吧 希望它繼續會出下去 它繼續出下去我就可以繼續收藏 這種尺寸其實都蠻好的 未去到太大隻 你這樣一放一隻 二三四放在家裡的話 都蠻漂亮的 而且如果出超人就更加好了 因為成雙成對 你出了電王 你沒有七星合的話又怎可以呢 又或者出其他怪獸 你沒有其他超人又怎可以呢 所以有超人就更加好了 這些就是我的感想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現在這個頻道新設了會員制 如果大家有兩日支持的話 歡迎大家課金加入做會員 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拜拜